你 馬上去 這位先生你還好嗎 我 雲西 沒想要了 就讓你們清白 不過你放心 我會負責的 這枚戒指留給你 午後 我會去找你的 漢堡 死丫頭 我看哪 他是在酒吧一直吃了不乾淨的人 把自己給 呦 這個 是你的想好的送給你 你還給我 英貴敢做不敢認啊 不過你那想好的也真扣門啊 才一個戒指 英貴 你也太去死了 你胡說八道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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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它 這是英國才狡辯 你知道就該吃你跟進的時候 把你下給村頭 他人張成貨 半出財禮 現在 你今天那個又發了的行李桑 這 我怕你 行了 明貴今天學校打來電話 讓你去拿畢業證快去吧 吃飯 吃飯 你是這位是審視結婚的 審視是那個海神盤禮 都用千億自省的審視嗎 那沈總您這是我來找我的未婚妻 未婚妻 是我沈家傳家一個戒指人 就是我的未婚妻 沈總昨晚在夜色酒吧被一個女孩所叫 今日特地憑幸福來選 難道昨晚跟葉雲歸在一起的是沈之木 現在葉雲歸是沈之木的未婚妻 不現在戒指在我手裡 我才是沈之木的未婚妻 看 是我 我沒想憑這個戒指得到什麼 但是你都親自找來了 沒錯 這個就是我的遇見 你啊 是 這是我們總的遇見 哈哈哈哈 哇 現金兩百萬 潛水灣別墅一套 價值千萬豪車一遍 還有珍寶首飾十套 各種會種服品 這麼多 整個二老 願意答應我 與葉小姐都不吃 如果不答應答應 對對對答應答應我 我 不願意那就請葉小姐 跟我回省家吧 好好好雲姐 當然是跟你走的 請吧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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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毫無 车有了 哈哈 咱们车有了 哈哈 爸妈家里来客人了吗 怎么这么多东西啊 这起给你没关系 你手里还有多钱都给我们 这个月家里的开支 不是已经给你了吗 怎么突然又要起 你妹妹马上要嫁人 豪门了 家里需要钱的地方多着 豪门 豪门怎么可能看得起 我们这种平民小货 云锦别是被骗了吗 是 那沈氏你知道吗 原姐家里他是沈氏总裁 不是你这种 没有气质的人 你接触到的 这是我女婿 送豪车 价值千万 你就是努力上一辈子 原来的车祸 行了 我不跟你废话了 你赶紧收拾收拾 搬出去 搬出去啊 对 你也老大不小 别整天赖在家里白吃白喝 赶紧找个对象 好给家里 交给一份封口的彩礼 不是 妈你这突然说让我搬出去 住哪啊 那 妈 难道只有叶云锦是你的女儿吗 难道只有叶云锦是你的女儿吗 只有云锦 处处都优秀 才是我最骄傲的女儿 叶云锦优秀 她哪有优秀呢 她从小学习就不好 连高中都没有考上 还是家里花钱 不还却读的私立贵族高中 最后连个大专都没有考上 她从哪里 我家里拿回一个看起来吗 你瞧 你也就真正塞不良的 家里人都肉都看不到现在 云姐可是豪门少奶奶 我们俩以后就跟她吃香的喝辣的 再说你跟没人用劲 走 领养了你 给你一个饭吃才有命在 你就应该用你的命 报答 报答 业绩 就是因为被领养了 所以就要被区别对大马 从小到大 我的衣服鞋子都是叶云锦剩下的 甚至 她吃的生饭 你连到了都不愿意给我一口 我替她背了多少黑光 她偷别人的东西 你们逼我去承认 他们欺负同学 你们逼我去道歉 甚至我考上了海城最好的大学 你们去偷藏我的录取同学书 要不是老师赐助我 我现在连大学都没得上 那是叶云锦的话 早就跳楼打鼓了吧 你个死大的骗子 不知道感恩就是个菲尔达 早知道当初 觉得你属在那街上 拉你干什么 这是我的别人说 什么事 我有工作 专手 你 谢云姐 谢云姐 妈 这明明是我的毕业证书 为什么写着 严言姐是名字 你姐就不要想分身 欠我家一套面 拿一个文凭怎么 就是说 要你这套面你也能给 再说 云姐马上就要嫁给豪门了 有没有好的文凭 她就不能抬头 她当姐姐的 一点都不约她着想 真是不像话 好了好了 这个就算是给你的补偿 你干嘛 这是天给云姐的嫁妆 给她就浪费 毕正和钱放下赶紧走 你自己这碍我的眼 知道了 我找到房子立马搬出去 老婆子 说这么做是不是太过分了 虽然云归不是咱们亲生的 这个家 这些年毕竟都是她撑着的 再说那沈家找的 明明就云 这种话不再说 你并且注定人生 你让人的生活 而业英卫 就该一辈子靠在底藏 这就是她 屁 各位这个月呢 销售数据出来 销唤呢 又是咱们的夜云归 老规矩金饭量 为大家 可多向云归学习啊 哎呦 我们是要挣钱不假 可不是什么钱都挣 像这种没有下线的钱 我可干不了 就是 还销唤了 不就刻上一张狐妹子脸啊 抓得轻胖的不得了 毕业地连不知道更多很明事 行了行了别说那么多了快去干活 毕业证没有了 之前前的工作不知道能不能转账 这个坚持更不能丢了 叶英贵 这就是你的工作环境啊 你来干什么 听妈说你知道毕业证的事了 这是给你的补偿 里面有20万 拿着他离开海层 不死再回来 叶英贵你什么意思 答应还是不答应 我劝你不要禁酒或吃 吃饭的钱 叶英贵 既然已经撕破两年了 你就知道了 你以为给我二十 我就会对你把恩戴的 你越想让我走 越越 越以为 我不能有一丝热 是什么都知道的东西 叶英贵 路不死 是叶英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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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久不见了 你喝多了 快放开我 啊 酒不醉人人自醉吗 还是这么香啊 这么久不见了 不陪老江我去医疚吗 苏绍 您开什么玩笑呢 我要走了 装什么装啊 就不是头一次陪老子睡 这么 一定不是东西 你拿上床 他放不开包包的时候了 菜这么不知好赞 小心我把咱俩睡过 省省省省 我还怎么会 苏绍 人家怎么会这么不识抬起呢 只是今天我今天身体不方便 你懂的呀 这样我给你介绍就更好了 叶云姐 我老子 来这酒吧经常玩的人谁也不知道 那个妞 说的 你不认识 少许 苏绍 您这么人情有为 哪有女人 不让您身上扑呀 我帮您搞定 服务员 那 磨叽什么呢 这儿要酒 叶云贵 谁要你跟苏绵给拉上床 凭你一信 我就不信 还有脸才能呆下去 你好 小小小 就这个吧 你好 小小小 就这个吧 哈哈哈 你干什么 好我 好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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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怎麼了怎麼了跟妳有什麼事 蘇柔怎麼生這麼大氣啊 天理你們服務員 還是客人呢 我沒有是他 我沒有 咱不敢給你蘇柔動 죄 蘇柔差不多是 不要跟他一般解釋 我看他經理的面子 要是他脫光爬過球 我還沒考慮 咱不敢教一下 沒看蘇柔給你機會 蘇柔你想干 我感覺不可以 反正又不是我的错 现实无干 也得给你听说倒霉菜子 小米千里我强 我自己没完 发生什么事了 哎呦 谁走啊 在你收购酒吧的一天 就让您看到这种事 是我事实 我马上处理 云姐 你怎么在这 我认为你在家里 师母我来这来这是因为 因为我一个人在家太害怕了 所以我来这找你了 是我考虑不周了 沈总 这位是 这位是我的未婚妻 叶小姐一来这里啊 请坐在角落里 原来是在等沈总您啊 快不得 整点被沈总 哎果酒都没碰 沈总真是好野光啊 谢谢 你姐以前去车上等 等我处理完时间 来说 哎 吃墨 你要不你先送我回去吧 这就是一点小事 让经理处理就可以了 不过就是一个服务员 他随便动手打人 你先送我回去吗 用不着你处理的 好 我没有 我没有我没有无辜大人 就是这个贱人这样勾引我买贵性 活不可买 他上手出去你拔着 我没有 沈总 我真的没有供应他 是他对我动手动脚 我在反击的 我先可以当监控 好 取得监控 取得监控 等一下 何必浪费时间呢 在那个销售网上你排名第一 要是没点手段 你能当他销罐吗 我去 在这种地方当销罐 那爷爷不闲着吧 没点本事 当销罐 现在的姑娘 年轻轻轻 就不知道自从最爱 我没有 没有 之沫 这是我亲眼所见的 难道你不相信我吗 当然相信你 像他这种 靠不正当手段站起来的心 我使之沫 谢你 而且 像你这种不务正业的 不愧留在我身边 任经理 改了去办理事手续 好 沈总 我马上办办 那你干什么 还把他轰出去 不用你们看 谢谢 别急 别急 我小知情 你胡说办到什么呢 想拖延时间赶紧滚 之沫 你们先去后台休息吧 没问题 不是还有事要注意吗 电云柜 从此我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了 等一下 我怎么看你有点眼熟呢 你昨天晚上在哪里 这边神经有什么关系 之沫 你是在怀疑我什么 我 喂 沈总 昨晚的监控以及修复的地方 我把照片给你发过去 好 站住 废了 说 对 你 这怎么回事 怎么会是你从包厢出来的 我 我 他是不远 從包廂出來 不期望我 是啊沈總 是他 我在問你 昨天晚上是什麼 這好像不關沈總的事 怎麼會打我 我的沈總 當然是在上台 那你怎麼是個中央 沈總 我已經不能辭退了 現在沒有義務回到某地 進去跟沈總的事 不能讓任何人知道 我挑明說了吧 你昨天晚上是 你昨天晚上開始 他在等我包廂你的伺候 沈總 這個小賤 昨天開始對我勾三大四 沒想到今天還變美加歷了 你胡說 喂 什麼前天的監控 昨天晚上的呢 沈總 目前已損壞的監控 只修復到前天 硬盤損壞太嚴重 後面的短期之內真的無法負擁 怎麼 沈總要對前輪功的工作 替什麼意見 這個醫藥箱 啊 這個醫藥箱 是我的 是你的 是你的 是啊 芝末 我沒有告訴你 我跟葉雲歸 是親姐妹 這個醫藥箱 是我借給他的 你說對不對啊 葉雲歸 是 你喜歡他 一向有正義記憶 你一向有如此 昨天晚上 是我來取藥箱 除了一次 芝末 你不會再懷疑我吧 對不起林姐 是我誤會你啊 竟然以為昨晚是他 反正 你以後不要再隨便懷疑我了 林姐 我保證 你以後永遠不會誤會你吧 嗯 啊 等一下 你要幹什麼 我的好姐姐 看清心事了嗎 葉雲歸 只要我動動嘴皮子 這輩子 你們猜在腳鞋裡 葉雲歸 你沒聽沈總說嗎 你被開除了 你能見滾吧 你能見滾吧 真的 今天 讓你見笑了 我有個丈量不看的姐姐 没事 你姐姐的品行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认定的是你 这样 明天呢 我再带你见一下父母 当着二老的面 再表一下我的态度和决心 上次呀 二一大操作 真的 师母 师母 你没事吧 没事 没事 上次你帮我清完毒之后 我身体不太好 我也一度一清 走吧 我送你回房 明年之后我回家一定要回家的叶云归 我希望 我得找人伴住 我绝不能让他们净 前面 喂 天哥 我是林景啊 你之前 不是一直对和燕云归分手的事情耿耿于怀吗 现在 报仇的机会来了 妈 这些补品和燕窩啊 是织木让您和爸补补身体的 这些珠宝呢 织木说 让您平常没事就把玩一下 沈总 叔叔就是大方 阿姨喜欢就好 不知道李天阳有没有搞定叶云归 千万要拖住他 你还敢回来 我不耽误你全叫田居 我拿个东西就走 你个死丫头片 这家里什么是你的 全是老娘的 真恶心拿完东西赶紧滚 妈 妈 都是姐姐不听您的话 去那种地方工作 您别生这么大气 一会儿再气坏了您自己的身子 她 她不听话 我们讲一下 阿姨管这道严 看到云锦被你管的这么好呀 真的看得出来 沈总 我看你和云锦 真是天照地设的一对呀 就是就是 我们俩去做饭 你们俩坐 你坐 你坐 你吃 好吗 现在是 你这时候 你只担心 我们修若一次就没真的放下 我 不怕流言嘈杂 可终究输给命运的造化 我们好多这个 石木 快看我小生的照片 這個 這個是你吧 我記得你有胎記 林檢 讓我給你胎記 林檢 你的胎記呢啊 是啊 胎記我有胎記 那個胎記 應該比小時候大了不少 師傅我們 回去再看吧 走啊 看到這張照片 我心裡就很難過 你看我穿的 跟姐姐天差地別 他還總欺負我 爸媽也護著他 不是爸媽對你不好 不像啊 哦 那是因為 因為他們覺得 我要嫁給你了 所以裝出 直播 我只有你 你是我沈家的少夫人 從今以後 你不用再看任何人的臉色了 直播 對我真好 你不是要來接我嗎 怎麼還不來啊 這名戒指有意 以後我會去找你 戒指 聶貴 您要走就趕緊走 我不戒指 什麼戒指 什麼戒指 你胡說什麼 戒指 跟我有什麼關係 別裝糊塗了 昨天搶走的我那枚玉戒指 你搶走我什麼都可以 但那枚戒指對我很重要 你不能搶走 硬貴 你有毛病吧 我沒事搶你戒指幹什麼 你不想到你 傻子在學校配人了 這麼我們走 琳娜 怎麼會做 跟你沒關係 把戒指還給我 如初八道十八 我根本沒有拿你的戒指 沒拿你心虛什麼 我看戒指 就算你頭 雲姐 如果你真的沒有拿的話 那就把包打開給她看 如果她冤枉了你 我會為你做出她 聶木 連你也不相信我 姐 你這沈氏未來的少夫人 允許對你來講很重要的 這樣 要幫我打開看看 如果裡面沒有的話 我一定會為你做出她 而且我也不會允許任何人 隨意誣陷了聶木的戒指 如果打開包沒有發現我的戒指 我願意承擔戒指 雲姐 打開 不能打開 省著目的戒指就在包裡 你打開全完了 雲雲姐 你打開呀 你是不是怕被戳穿啊 沒關係我可以幫你吧 雲雲快你幹什麼 戒指在這 天陽你怎麼會在這 當初我抓到你出軌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分手了 你又來這幹什麼 雲貴 我聽到你找雲姐要戒指了 沒想到 你把我送給你的結婚戒指 看的這麼高 我也知道你還 雲貴 石墨看到了吧 我可沒拿他什麼戒指 是他 含血派人污衊我 我看啊 他就是m虛榮 他想拋棄他男朋友 拍不上你呢 我沒有 李天陽你發什麼不 我跟你說了滾說了 你見不見了 那你滾 滾 你是誰 四方 我是雲貴的男朋友李天陽 以前沒有資本 所以不好意思上門 今天我是帶著成衣上門求情 如果你們願意把雲貴架 真的 天陽啊 快速 阿姨 雲貴還沒答應我呢 雲貴 你還愣著幹嘛 趕緊答應天陽啊 我已經跟他分手了 阿姨 我跟雲貴之前鬧了點小誤 他還沒有原諒我的 你不可以說話 見你們眾好多男人 我錯了 當然去找啊 你知道他幹什麼嗎 他出軌 就這樣也要我嫁給他嗎 阿姨 那是我表妹找我幫忙 雲貴誤 表妹 睡在一張床上的表妹 那你胡說什麼 天陽道歉 媽 怎麼能這麼對我 我到底是那女兒 還是你賣金的商品啊 閉嘴 你別聽他說 他是一生 你想明白 兩口子闖頭掃架 闖我的河 啊 放心 媽咽 我怎麼會生雲貴的心呢 他就是入味了 回頭我好給他解釋一下就好了 那好 那好 對 啊 區區一百萬阿姨您放心 只要雲貴嫁給我 這錢啊 你很少 你很少 我好 那不要嫁你家 我不嫁 你個死丫頭 你怎麼看到人家說壞了啊 阿姨您放心 我吃了 媽 您啊 別跟姐姐一分計較 您就別生氣了 李天陽 你怎麼回事啊 我不是讓你去住夜雲貴 你怎麼這天小事都做不好 我是在幫你的忙 我勸你說話 我是客氣的 幫我的忙李天陽 你搞搞清楚 當初是你出軌被夜雲貴抓了個正著 他跟你分手 還要去你學校鬧 要不是我好心幫你來 瞞著你能不能畢業都兩說 現在我好心給你一個報酬的機會 你不敢恩戴德就算了 你還要到達一趴 別逗了 你有那麼好心啊 無非是夜雲貴愛領的事 需要我幫你牽制住他 夜雲貴怎麼擋你的路我不關心 我跑著 五百萬 瘋了 我打聽清楚了 今天出現在你家的那個男人是華國首富水 是你 他現在是你的女人 你抱著這麼做他的 我跟他和他 不可能 當然可以啊 但是 你得跟夜雲貴結婚 並且帶著他離開海城 永遠不許家河嗎 那要怎麼做呢 夜雲一他可認死你 你啊有出軌前科 他不會輕易一點才跟你結婚吧 拿下女人最好的比例 就是在出軌身 我幫我好想 夜雲貴 我看了這次 好 我要請見 我真的要不請你走 欢迎沈总历龄市场 都分手这么久了 李天阳莫名其妙来求婚到底想干什么 还有那一百万 他哪里的钱 今天会有上面的老板来视察 带都放铃链点啊 小祖宗 你小挺点吧 嗯 那 李天阳 李天阳 李天阳让你不是好歹 我现在就办了 你还谁比较这个二手 李天阳你个混蛋 我要告诉你 你告诉我 他 是在勾引我 他救命啊 他救命啊 你救 你随便 我去救活了 你也不有人救命啊 啊 你救命啊 你救命啊 陈总 未婚夫家人救人 不理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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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 我的撒谎 嘿 喂 喂 我的好表哥 我说了多少遍了 你身体内还有毒药残留呢 不能俱乐运动 许一学话会加速毒发 我还没研制出解药的啊 您倒好 还公主抱起来了 哎呀 没事啊 这次没事 下次就没那么好运了 记住了 借酒 借玉 我都会背了 行了 我知道了 哎 我还有事不跟你说了啊 挂了 行了 谢谢你救了我 没关系啊 怎么说你也是我未婚妻的姐姐吗 我 你跟你未婚夫 你都没有了 他不是我未婚夫 我们已经半年没见了 他不是 那刚刚在洗手间 那是他强迫我 我们只有一小子 还孕了 不要紧紧吃 这菜吧 不是说分手半年都没见过我 不是说被强迫的 那这孩子哪来的 我又被你骗了 不是我 咱们说你没有怀孕 叶云贵 你真是满口服 以后你说的每一个字我都不会再相信 既然如此 我也没有什么可解释的 看来我今天真是网做好人破坏了某些人的好事 我真的应该跟云锦多学学 不是 同样是姐妹 两个人的品性怎么会差距这么大 那就布老盛总操心了 你 你 是啊 恭喜 只是孩子的父亲 是你那个未婚夫的吧 我说了他不是我未婚夫 我只是怕你搞不清楚孩子的父亲到底是谁 反正在影响了孩子的未来 反正不是你 沈总不用判麻烦 不是我 嗯 老婆 我看不看留下你 你好有什么需要帮助 请问 流产手术 您现在大概多少周 五周 五周的话做个小手术就行 毕竟是个小生命 打掉就真的没有了 您再考虑一下 如果您坚持打掉 我可以帮您预约流产手术 不用了 谢谢 宝贝 妈妈一定好好工作 把你养大 真不要了 真不要了就是 竟然还有点回来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还真要燕云归 你抄袭都被总裁夫人抓现行啊 还死不承认 你也真有本事啊 抄袭 什么抄袭啊 刘永贵 接来一下 总监 叶永贵 我是真没想到 你胆子这么大 就给抄袭全国珠宝设计 大赛霍角奏品 你疯了不成 叶云琴 公司明文归定不如去抄袭 你还明知不犯 这不可能 这是我的设计的 我没有抄袭 不可能一模一样 叶永贵 全国珠宝大赛 是全国还进了最高的比赛 你竟敢抄袭一等奖的获奖作品 你知不知道 这要是传出去 会得我们公司造成多大成文 你担心这个责吗 更何况 还是总裁夫人作品 总监 你相信我 我没有抄袭 这真的是我的设计稿 证据都摆在面前了 还死鸭子嘴硬 你没有抄袭 难不成是我总裁夫人抄袭你 总监啊 我看这种人 就没有必要留在公司了吧 当然不会 我马上跟他走 叶永贵 是你偷我的设计稿 大胆 叶永贵 你竟敢诬陷总裁夫人 你不想活了吗 是我干的 能怎样 还不快来人 把他给我赶出去 我们省事啊 可不会留着这种剽窃抄袭 推卸责任的缘 把他给我赶出去 我没有挑戏 我没有 是叶永贵 我没有 抄袭夫人的作品 还倒打一把 是不是夫人偷她的稿子 把夫人信成这个样子 你可以一定要替夫人出气啊 我没有 是叶永贵 抄袭夫人的作品 知木 明明明明明明就是叶永贵抄袭我 被我抓到了现场 他还要倒打一耙 叶永贵 你到底有没有抄袭 我没有 你说你没有抄袭 你有证据吗 我你没有证据是吧 我有 知木 你看 一模一样 叶永贵她不知道 我早就把我的设计稿都拿去参讲了 所以才 我也是第一次发现 我都不知道 不知道她之前 她之前都透过我多少稿子了 说不定 说不定 净审视 都是用我的作品混进来的 有胡说 这些设计稿 是我一笔一笔画出来的 叶永贵 你从来都没有学过设计 你怎么可能会设计珠宝 够了 叶永贵 证据都摆在这 你还不承认 明明没有错 你要我承认什么 那你就拿出证据来呀 我 够了 叶永贵 以前我还觉得是我误会了你 你现在的所作所为 你让我怎么相信你 我 可是我真的没有 我能证明她没有抄袭 你能证明她没有抄袭啊 李天阳 你见过我的设计稿 我两年前就开始画了 你见过的对不对 李天阳 你可是叶永贵的男朋友 植木 他说话哪有什么可信度啊 你继续说 沈总 我的意思是 我能证明云锦没有抄袭 李天阳 你 叶永贵 虽然我们是未婚夫妻 但我也不能帮你骗人啊 设计图就是云锦的 我亲眼看到 你拿着云锦的设计图描打 设计图就是云锦 你胡说 不好意思啊各位 我未婚妻 太急于求诚了 所以一时投婚做错了事 我这一带走 还想回公司 不要追悉她了 可是 叶永贵明确违反了公司的规章制度 要我不追责也可以 只要他承认抄袭我 并且乖乖滚出海城 我就不追究他的法律责任 明明没有抄袭 我平时不要承认 那你 就等着牢底坐穿 许云锦 够了 我们公司绝对不会允许这种 心术不正的开除案 试试做 之沐 只是开除而已啊 你不要因为我跟她是姐妹 就看在我的面子上放过她一马 我心里很过意不气的 再说什么了 如果这样的姐姐 又死人了 她的措施 你允许愧解决 走吧 赶紧滚 说的是火器 李天涯 你明明知道那幅画是我的 你为什么要帮着叶云锦骗人 一个作品而已 有什么好整的 我现在哑得起你 你还是乖乖回家 安心等着嫁给我吧 啊 对了 你爸妈大概 也在准备我们的婚事 我不会嫁给你 谢谢你 叶云锦 叶云锦 今天我可是又帮了你个大忙 你咋怎么谢我呢 现在光把叶云锦赶走还不够 我得尽快搞定神之木 你帮我准备一些出新的药 这本问题 钱 少不了你的好处快给我吃饭 我们公司不招任了 您好我们设计部最近不缺人 您念头别的公司吧 喂李师姐 你们工作室还缺人吗 云归 你到底做了什么得罪了沈氏 现在沈氏跟全海城的设计行业 打了招呼 谁敢雇佣你就是跟沈氏做对 沈氏的设计部 可是国际上排名都靠前的龙头存在 这消息一出 恐怕以后整个设计行业 你都无法驻足了 你早做打算吧 你也试着 我只是嫁给云归 我先把手机车工作到肯定选iros 他为何 save XL 影片 我为何不见过 你它宋酒机灯 快再教堂 李师姐 我辛辛苦苦攒学费读了四年大学 就想当一个好设计师 但现在就因为你一句话 把我的梦想堵死 我的梦想再也实现不了了 你既然抄袭了 就要做好承担后果的准备 我抄袭 我根本没有抄袭 沈志默 你这么大个集团的老板 竟然听风就是雨 就跟那天在酒吧一样 就只听一面之词 根本就不会去调查 一云锦就没学过设计 他怎么可能会设计珠宝 你还要我 我怎么调查 你未婚夫都在说你抄袭 我真傻 我就不敢给你打这个电话 如果你真的明察秋毫 怎么会让全国的设计公司 都不会用我呢 好 就这样吧 你活该就被骗 哎你老后说清楚 喂喂 喂李延 调查一下 谁利用审视的名义 封杀叶云归的 沈总 这是少夫人吩咐的呀 您不知道吗 云锦 这么晚了 谁的电话呀 刚给李延打了个电话 云锦 是你让李延 以公司的名义 风扎夜灵队的 你知道了 为什么这么做 我是为了他好 他现在只是抄袭我的设计作品 万一将来有一天 他抄到惹不起的人身上 那他还会有好下场吗 现在封杀他 只是为了他将来 不会酿成大祸 云云锦 你从来都没有学过设计 你怎么可能会设计珠宝 对了云锦 你是哪个学校设计专业毕业的 我是海大毕业的呀 我毕业证还在那边呢 我去拿给你看 沈志木好像已经有些疑心了 我必须尽快跟他发生关系 你现在放哪了 找了好一会儿了 我就是随口一说 他真拿过来了 拿一口都不乱 快喝吧 一口牛奶都凉了 一口牛奶都在 这是什么 怎么在 吴光 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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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阳哥 你给我准备的珠希腰好像有问题 沈志木他好像死了 怎么办 我会不会抓起来 沈总沈总沈总写醒了沈总沈总写醒 赵医生我们沈总怎么样了是穿药 穿药怎么会有穿药呢 植木 植木你醒了 我没睡啊 少爷您这次鱼毒发作是因为有人给您下了穿药 导致血气涌动毒性发作的 是啊 我这一煮算是白下了 让你戒烟戒酒戒运动 你可倒好 穿药都用不上了 怎么不行啊 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 不如你自己想一想在 毒发之前 你都吃了什么 可能是我在外面不小心中招了 以后我会注意的行吧 不过 现在还有另外一件事情 本来按照原计划你的身体是可以撑到我们这处解药的 但是现在 赵医生 现在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吧 只不过需要我这位未来的婊嫂一点点的帮助 叶小姐之前给我哥解惑毒 所以说你的体内有着自然存在的抗体 只要让我抽一点点的血 我就可以提炼出来 做成血清 压制毒醉一段时间 相信叶小姐 肯定不介意帮我哥这么一点点的小忙吧 小夫人 请吧 不用麻烦护士了 我捎带手的事 嫂子 那就麻烦你把 袖口来拿吧 我可以逐温你 吃墨 吃墨我这么爱你 以后怎么会不想救你呢 只是有过线 这好我有点贫血 没有北上今天立价 能感参吗 呃 沒關係 過了今天過兩天 不差兩天 我就給你們吃的 哎哥什麼眼光啊 怎麼說話呢他是你嫂子 嫂子什麼呀嫂子外婆都還沒見呢 八字都還沒一瓶 不行 還是需要葉韻過的血 不然一下都白費 您的咖啡请慢用 站住 这位客人还有其他事情吗 设计师做不了了 就改行来做咖啡店的服务员啊 就算这样 你也不愿意离开海城 我没做错什么 为什么要离开 如果没有别的事 我要先去忙了 八块不行了 你胡说什么 现在什么情况 是爸的病情恶化了吗 老毛病了 不过现在 有一个新的疗法 那就是 用你这个女儿的血去做治疗 你去不去 护士 抄了血 我父亲真的好了吗 不知道 叶昀贵 他怎么说也是你父亲 养了你二十多年 用点血怎么了 要是我跟父亲血腥一致 你还让他招你呀 我只是想知道父亲怎么样 在这儿休息半个小时之后再进去 父亲现在到底怎么样 担心什么 死不了 家里条件比医院好的话 回家休息也是可以的 放心吧 一定不会有事情的 什么 赵医生 护士已经把血抽好了 就在这儿 怎么这么多 不是说只有几十毫升吗 我担心不够吗 这是为了你的健康考虑 所以我让护士多抽了一点 沈少 少夫人对你可真好 几次我说够了 他还要抽生怕不够 你怎么这么傻呀 对自己这么狠 只要是为了你 什么我都愿意 叶云锦 你不是说拿我的血去就罢吗 叶云锦 你不是说拿我的血去就罢吗 你的血 是啊 十分钟之前 刚从我身体里取出来的 迟墨你不要相信他 他官会胡言乱语的 那明明是我的血 迟墨你千万要相信我 我当然是相信你的 沈志摩 我不知道你拿这些血做什么 但这些血 是我为了救我父亲用的 还给我 叶云锦 你说话都不打草稿了吗 直气亲属之间不能输血 以后骗人 不敢说 是叶云锦到咖啡店找我 是我父亲生病了 你向我的血救命 救的病 简直就是无双八道 我今天根本没有见过你 还不快来人 你给我哄下去 哄给我 等一下 生我 你来说 谁的血 是 是你给我抽的血 你帮我证明 是沈少夫人的血 听清楚了吧 看在云锦的面子上 今天我先放过你 赶紧滚 放开我 叶云锦 你做戏还真是做全套啊 叶云锦 你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 事情已经再没想过 许是云锦呢 叶云锦 你不要再闹了 甚至你 为什么就不能相信我一次 你一直在撒谎我怎么相信 雨嫣 叶出去 等一下 你又叶添添什么乱 我就是觉得 人们有机器可靠啊 究竟是谁的血 你们做个检测不就知道了吗 对 做检测 我答应过云锦 你以后不会再回答 这个检测没有必要做 做个检测 又不好多长时间的功夫啊 再说了 这也是为了 还未来嫂子的清白啊 师母 我不在乎其他人怎么看我 我只要你相信我就够了 可是你是审视未来的女主人 我有必要为回你的家 李延 收拾结果出来 是 呀 回来了 沈总 结果出来了 学性用的谁在写 学性用的谁在写了 师母 你答应过我的 无论如何 都会娶我 对我好 是吗 当然了 哎 李延 到底是谁的血啊 呃 是少夫人的 不可能 你确定你全身跟着的 是的 赵车 我一直都没有离开过 真无聊 好了 我要去工作了 不可能 怎么会是 颜云锦的下 颜归 你怎么在这儿 你爸妈正当初找你呢 不好意思啊 神圣 我未婚期 最近精神不太稳定 我这带走 他爸没病 嗯 没病啊 正准备 他跟我的婚事呢 谁说他有病了 走啊 叶云归 你在我面前 永远一败涂地 幸好我及时感到 听到你们谈话 这回你还真栽了 我就是觉得 人们有机器可换 你们做个检测子 就知道了吧 你赶紧给他领证 然后带他走 五百万 马上打进入账户 真的 事情办成了 五百万算什么 你还真想让我娶他 我还舍不得你呢 你不想要钱了 下周日 你带他去新风婚纱鬼 为什么 沈之木对叶云归的态度 很不一般 他还是不相信你们的关系 我要让他亲眼看到你们拍婚纱照 到时候 之木就再也不会相信他 叶云归 你不是和我争吗 看你还怎么和我争 里氤 什么 之前检测的时候你一直都在吗 是的少爷 我全程没有离开检测室的门 云士 相信了那位叶云归小姐的话 我总觉得他拿了有点不对劲 算了 可能是我小多了吗 之前我让巴黎婚纱设计师设计的婚纱 已经运回国了 让云景尽快去试试 哪里不合适的话 尽快就修改 云景给我牺牲中了多 我一定要给他一个最完美的婚礼 五十万 这可是五十万 那云归嫁出去 我们就能拿到一百万了 云归他不愿意啊 他不愿意 他还愿意当公主呢 他有了命啊 李天阳这样的人要他就不错了 他想陪谁 还想上天陪于地不长 告诉云景啊 祝福我们 这死丫头必须嫁于李天阳 我还是觉得 是不是做得有点过分啊 说这云归虽然不是咱俩亲生的 那毕竟也想这么多年了 你给我闭嘴 告诉你 这件事情我难得 几乎不准再提 坏了我的好事 我就知道知道 天阳来了 阿姨我来接云归去试婚纱了 好啊好啊 云归快出来 天阳来了 云归出来吧 我们赶紧去婚纱了 你死心吧 我是不是会交给你的 今天只是去试婚纱 我不去 你想要设计搞被偷的证据吗 你知道什么 去试婚纱我就告诉你 我凭什么小心你 你自己看 这是一张一年半前的照片 所以说明你的创作 远远早已设计大赛 试完婚纱我就给你 就 只是试婚纱 只是试婚纱 欢迎娇 叶映贵 看到我在这儿 你自惨行贵啊 我有什么可自惨行贵的 只是看到不想见的人 说得烦罢了 你 不过你说的没错 我确实没有必要 因为别人而改变自己 你好 我来书婚纱 请问你喜欢什么款式的呢 吊带婚纱 大裙摆 又有一群公主角 我们这里都有的 都行 好的 那你先看看 挑不出来的话 我再给你推荐几款 叶映贵 这里 不是你这种接近能消费得起的 随便一件 缺乏几十万 甚至上百万 不过你要是给我跪下 看在往日的姐妹情上 我可以勉强施射你一件 叶映贵 你有没有听见我讲话 就这件吧 叶映贵 请问是一件在哪 您等我来 叶映贵 叶映贵 你还是催催沈志梦吧 一如他失望离开了 不白折腾了 喂 总裁到哪了 什么来不了了 怎么来不了了 他不是抓到了陪我看婚纱的吗 不是 沈总正在开跑国会议 真的走不开 叶小姐 巴黎空业后来的婚纱 已经在VIP市一间了 你要过去 是什么事啊 不是了 可是你处理分合过 你竟然是了 扩杀前的及时运回法国修改 则就赶不起您的婚礼 婚礼 没错 最终跟什么人不结婚的 只会是我 那就试试吧 你跟我来 叶小姐 不做开难话 难充不难得 叶小姐 普通市一间没有位置了 给您换了VIP市一间 需要我帮您穿吗 不用了谢谢 我自己来吧 好的 那你好了叫我 婚纱为不爱的人儿穿 我什么意思 这是哪儿啊 这哪个是沈争的慰婚妻呀 管他哪个呢 总有一个事 咱们只负责收钱 另一个 还能让兄弟们 爽爽 谢谢大哥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行了 真好 有没有两把 你干什么 我干 行了 行了 你伤了他 沈志母的情 小美儿 你告诉我 你是沈志母的未婚妻吗 我不能说 我说了就死定了 可是 你猜啊 嘿你个贱人 还敢让我老大子 赶紧老实交人 人对你不客气 有本事就动手了 动手了 你们一分钱都拿不到 这意思 你是沈志母的未婚妻咯 我可没说 那他是 我也没说 娘的 我不行 我还会不出来了 彪子 你要伤到了政府 沈志母不付钱怎么办 总有一个是 反正沈志母马上就来了 他的未婚妻 他就认了 哥 你刚打他压制毒素的血型 正是危险的时候 怎么能听这些保费的话 独自一个人去送赎金呢 云瑾为了给我解毒 他身体本来就过虚弱的了 还抽了那么多血 再说了 云瑾她是我的未婚妻 不能置之不理 我 不是 这怎么能叫置之不理呢 我们可以报警 让警察就处理啊 你别自己去 你要出了什么事 我怎么消败不消贷 放心吧 不算不算 少爷 王匹发来的照片里 除了有少夫人 还有少夫人的妹妹 什么 沈大少来得好快呀 看来你还是很重视 你的未婚妻的呀 钱我带到了 放了他们来 就这么个小箱子 里面能装一千万 你糊弄小孩呢 可是美金 绝对会比你要的多 我会生 好啊 那沈总 就来辨认一下 哪个才是你的未婚妻 沈总 一千万是一个人的价格 你只能带走一人 剩下的吗 就给我们兄弟们 享受享受了 要不 让他们亲口跟你说说 师傅 选我 快救救我呀 你也替自己说两句话呀 你再给我点时间 我再跟你一千万 不不不不不 沈总 沈总 只能选一个 你是选这个 我见幽怜的 还是 这个风情万种的呢 我都听你为难呢 快选 你要再不选 这两个妞 就都归我们兄弟了 哈哈哈哈哈哈 师傅 师傅 师傅你给我选我呀 我当时是为了知道你 是你才变得不好 在犹豫什么 你快选我呀师傅 你快选吧 我最后再给你三两种时间考虑 三 三 二 一 一 我选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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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选云姐 你确定 你不就这个小美人 而要选另外一个吗 云姐在手头和气 好 我选她 沈总够不断人 也带走 美琴 美琴你没事吧 植木我就知道你回来救我的 哈哈哈哈 放开 放开 放开别跑 我好害怕 你快带我走吧 你先走 植木你要干什么 这个人 那么求凶极恶的 他夜里不归 哎呀 咱们花白柳 他人情可福 这对他还说不算什么的 沈总 你怎么还不早 你想留下来 看我兄弟欣赏表演吗 等一下 植木 小美人 怎么 你也舍不得走啊 那要不留下来 一起 加入啊 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你想要多少钱 小剑你随便住 有意思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就要看看 沈总 你的诚意了 冬子祈祷 不要 好 好 好 别说一说 好 好 下边 你醒了 你 为什么这么做 怎么做 我没想到 你会为了我牺牲自己 我还以为 你眼里 只有叶文静呢 哎 这个 你是赢的姐姐 而是我们把你牵扯进来的 我也不能做一副光呀 只是只是因为叶文静吗 什么 没没什么 啊 那个我听到 龙哥找你们家要钱 哎呀 哎呀 我不在他们怎么抽掉钱吗 死了 龙哥 醒了 正好 咱们谈谈吧 三个亿 买你沈大少的命 好 我答应你 但是 你不能动她 哈哈哈 有了这三个亿 什么小姑娘没有 前提是 钱得先到你 哦 电话给我 你耍老子 把手机给你 好让你通风报信 沈志木 你有钱别往前动什么手 你要是给他打死了 谁给你钱 小姑娘 你不要以为 这个沈志木真是蠢啊 竟然为了你一个外人 自己一刀 我看 她的真爱 应该是你吧 哈哈哈 电话你来打 不知道怎么抄击自己 如果 如果说什么不理的话 你可以立马杀了我 好 那我就信你一次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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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喂 沈总 你在哪儿 就是这个啊 已经怎么样 已经知道少夫人了 少夫人没事 给老子说正事 对 马上做了株假素的小山 给我找出三个一来做一数捷 快 还算你十季了 随旁马上到位 确实放了我们 急什么呀 等钱到位了再说 行吧 我很快就能出去的 还挺乐观 你在干什么呢 子舅 神总还真是家 这么一小伙就筹集到了 三个亿 现在已经到位了 你什么时候放了我们 急什么 这个小姑娘 我们兄弟们 还没有尝过味道呢 这是出尔凡尔 沈之木 你是不是 你当这是生意场呢 还讲信 你放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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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 钱已经到位了 那我就先 解决了你 沈之木 去死吧 你放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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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还挺厉害 他给我抓起来 我要玩死他 哈哈哈哈 你冲冲我来 你都给我抓起来 撤 沈之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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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 王匪已经一交给警察了 继续跟进 我要让他们付出代价 是 他们付不付出代价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 你已经付出代价了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好好的 你管肚子上有个大窟窿叫好好的 外婆下周就要回来了 你伤成这样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他交代 肯定要骂死我 哎呀 不会的 他怎么还不信 我也觉得奇怪 以他手上伤口的出血量 应该也交了三十毫升 怎么会失血过多 失血过多 失血过多 十分钟之前 刚从我身体里取出来的 沈之木 你为什么就不能相信我一次 会不会有可能是 会不会有可能是 不过也正常 女孩子嘛 贫血 都会是正常情况 哥你要说啥 别什么 对了 我受伤的消息 没有告诉你吧 没有 没有 没有您的允许 我不会把您的状况 透露给任何人 警察那边查的怎么样了 那群歹徒 绝了要不顾一切的毁掉 叶云归是个 没有任何背景的女人 我也不顾云之事 我会继续跟进的 一旦有任何消息 我会立刻告诉你 行啦 哥你好好休息吧 走吧 哎呀 既然已经醒了就不要再装睡了 你怎么知道我醒了 睡醒的人和睡着的人呼吸频率是不一样的 没想到你之后勇敢替我挡刀 难不成看你挨刀啊 你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 沈大少爷 你对我有过认知吗 要不就是三人成虎 要不就是道听途说 他什么认知 你又想说是云锦骗了我 好好好 好 我不说你的好云锦 咱俩也别争入我 哎你干什么 回家 你就这么走了 不然呢 难不成 你还有医药费啊 你等一下 啊 这是给你无辜收莲了一个补偿 还有救我的感谢费 能拿着 咱俩费 咱俩费 费多少都行 嗯 你随便舔 但是我有个邀请 什么邀请 你以后不要再找云锦他查了好不好 沈志默 除了你腹部的伤 你还要看看那眼睛 你不答应就算了 反正你以后也不一定见到云锦啊 知道你随便舔 但是 你以后能不能不要去做那些出卖人格 或者 是你的事情 沈总 我不要钱 想换两个要求 你说 拜沈总所赐 我被华国的设计行业封杀了 所以第一呢 我需要一份关于珠宝设计的工作 不要远离你和叶子 你俩进的都没好事 好 可以啊 你可以去我朋友的公司上班 第二呢 第二 我要你查清设计稿抄袭的真相 还我一个清白 你还想诬陷云锦 事情都这么明白了 你还想干什么 诬陷 沈总 你有看到叶云锦亲手画那幅设计稿吗 参讲时间并不能说明一切 我从那幅设计稿的概念到成图 足足花了两年 他就这样顺手牵羊 我不甘心 好 好 那如果我查出来还是你抄袭云锦的呢 如果你都查不出来 那我认 我去安排 希望沈总受到阻导 拜里安 给我去调查一下全国设计师大赛 云锦获奖前后的所有信息越详细越好 死丫头 你跑哪去了 还敢逃跑 有本事你别回来呀 阿姨 林渭这不是想你妈回来了 我想她再也不会走了 阿姨 明天回去好好休息 我再好好照顾她 那婚纱照片没照 那才李渭 没放心 只要云威嫁了 我李天阳一定输 好好好 死丫头 好好给天阳解释解释 李天阳 你今天就在婚纱店 你爸妈不知道怎么回事 你还不知道 你跟他们说什么 我这不怕叔叔阿姨担心 就是找不到你了 活着活着就好 没事 不嫌弃 你不嫌弃 李天阳你没事吧 你凭什么不嫌弃我 照片给我 我们说好 拍了婚纱照就给你 我们也没拍啊 小天 你又一次让我见识到 我可以不知道什么意思 喂 她活着回来了 什么 叶云归还没有死 不行 叶云归 不能再出现在这么面前了 你等我后面计划吧 事情查到怎么样了 查到了一些端倪 但还不确定 端倪 少夫人她 什么 什么 你的伤怎么样了 林姐 谁告诉你我在这了 你受伤了 你不让我这个未婚妻照顾 你只往哪个小狐狸进来照顾你 我这不是怕你担心吗 我就没告诉你 我就知道你心里有我 这个床 是谁睡的 我睡的 怎么的 啊 没事是表弟啊 我就随便问问 让一下 要还要了 啊 啊 哦 对了表嫂 上次用的血清 效果差不多快没了 待会儿得再抽一关系啊 抽了那么多 就又玩了 多管什么用啊 给你说了三十毫升 多出来的也没办法储存啊 殷小姐 没有问题吧 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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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吧 梁嫂 好了 我去做小清了 李姐 没事吧 啊 我没事 芝木 你知道的 为了你 我什么事情都愿意做 芝木 我去给你准备点吃的 辛苦了 现在已经抽了我的血去做血清了 要是不管用 那岂不是就暴露了 怎么办 难道 看着到手的荣华富贵插翅而飞吗 叶云贵的工作安排怎么样了 都安排好了 在赵少的陈旭集团 别让人怠慢了她 免得 又说我为难她 陈旭集团的设计部 叶小姐应该会满意的 希望吧 吴贵 你怎么就一直定会不散 希望 你再抽我一次心 就当做什么 一直被你的奶奶这么承拔 叶云贵 可以的 你好 是叶小姐吗 你好 李柱已经安排好了 我带你去我们公司的设计部 好的谢谢 沈之木还做起手承诺 这位呢 是我们公司新来的设计师 叶云贵 大家可以认识一下 大家好 我叫叶云贵 希望大家多多关照 谢谢 那里是你的公位 你先熟悉一下 回头会有组长来找你安排工作 好的 谢谢 你是拿过什么大奖被拉过来的吗 不是 那你是拿被领导亲戚 也不是 装什么装呀 关系户就关系户 不是关系户 那办公室能一夜之间凭空 都出一张椅子来 我们陈旭招人 就算是神仙来了 也得先实习三个月 凭什么他一来就是真实设计师 别说 为什么不说 我们大家都是靠自己本事进来的 现在去跟陪睡的人 都在同一间办公室里 真是有勇气 这位小姐 你这是诽谤 我可以告你的 你装什么呀 我知道你 在夜色酒吧陪睡了 垃圾 真以为自己从凉了 就没人知道你以前的破事了 陪睡啊 真的假的 当然是真的 我亲眼看到的 在包厢里就不认识了 真是吓死 那他会不会有什么脏病啊 真恶心 我不否认我在酒吧做过服务员 但也今天是服务员 叶云归 你的事情我已经了解清楚 你确实没有资格留在我们部门 你为什么会在这儿 这里是我未婚夫朋友的公司 我认为像你这种道德低下的人 是没有资格在这里工作的 至于我嘛 我当然 是来替天行道的了 我们部门不允许有任何抄袭前客的人 留在这儿 哪怕是沈总介绍来的也不行 要不是沈总夫人刚才告诉你 差点就被你骗了 抄袭啊 我原本以为你只是一个陪酒女 没想到还抄袭啊 乔秘书 把这样的人留在我们的公司 不是在侮辱我们吗 叶云归 你为什么会在这儿 你到底还要害我到什么时候 沈总夫人为什么在这儿 有必要跟你解释 叶云归 你算了什么东西 我只是不希望一个有抄袭前客的人 和各位设计师共事 这里是我未婚夫朋友的公司 我替他的公司考虑 有什么问题吗 先前任沈总身边的李助理 给我打的电话 我这才同意你进的设计 现在虽然你不能在设计不断 但毕竟你也是沈总介绍来的人 那我就给你安排一个其他部 那就保洁部吧 毕竟没有人在乎一个保洁 是否有抄袭前客 这怎么 我说话不管用啊 难道说要织木亲自来跟你说吗 是 叶云归你愿意 叶云归要吗 他在这里做保洁了 漂亮 我告诉你 整个海城没有一家公司敢不给你设计 什么意思 除了这里 你不会有第二份公司 你选好了吗 我要走了 我要走了 抄袭这个罪名一辈子都洗不清 走 叶云归 叶云归 刚才还是光鲜料理的设计师呢 这摇身一变 陈宝洁了 叶云归 你说你活着 还有什么意思啊 我看呀 他还不如回去当陪酒呢 不对 他身上不会有什么脏病吧 传染给我们可怎么办 我可不想每天提心吊胆来上班啊 既然这样 那就做个抽血检测吧 正好 我身边跟着一个小护士 我没有脏病 而且要抽血 要去医院的 少废话 叶云归 你如果想留在这继续工作 今天就必须给我抽血 多少 放开我 沈少夫人 需要我帮你拿去化验吗 不用 我身边这个小护士啊 就是专业的检测员 想不到您身边 竟然跟着专业的医护人员 豪门夫人果然不一样 我也不想要他跟着的 但是我身体不好 真不放心 外婆 你不是来找我哥吗 怎么一下非得起来这 还说成这样啊 小孩子家家的 不该问的别问 你把植木媳妇的照片发给我 照片 你需要 我明白了 不错 哎呀 你老跟着我干什么 你去接你哥出去 然后直接来这 外婆 你一个人在这 我一个老太太 还能丢了不成 快去 哦 喂 哥不好了 我要来看你媳妇了 什么 奶奶去找云景了 快背车我要过去一趟 是 就是这个了 我 姑娘 我年龄大了 腿脚不方便 你能不能负我一把吗 啊 生费气 啊 哎呀 你能帮我一把吗 啊 奶奶 你没事吧 姑娘 你当真不服我吗 哈 帮你 你是一个臭干保洁的 想要我服你 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也不怕折瘦 是吗 你是谁呀 我我是沈家未来的大少奶 我今天心情好 鞋就不用赔了 不过我也想不到 你一个臭干保洁的 得多少年才能赔得起我的鞋啊 这样 你跪下来 给我把他干净 叶云景 你别太过分 这么欺负一个老人家 你还有良心吗 你看不惯啊 看不惯啊 那就你来吧 只要我的鞋稍微有一点干净 你和这个老太婆都可以滚 就是啊叶云归 给沈少夫人擦鞋 可是你的荣幸 别给脸不要脸啊 这荣幸给你要了 你 你叫云归啊 别怕 有奶奶在 今天谁也不用擦 我倒要看看 他能怎么样 真好笑 这一年他两个臭干保洁的 都敢跟我做对了 瞧秘书 还不怕让他们两个人滚蛋 好大威风啊 这不知道的 还以为陈旭集团 现在就是你做主了吗 陈旭集团 的确不是我做主 但这里 是枝木朋友的公司 只要我一句话 枝木就把人家朋友听我的 所以说 识相的话 赶紧滚出去 听你的 你未免也太高看自己了 只要我不同意 你 进不了沈将的大门 死老太婆 你胡说八道些什么呢 住手 住手 奶奶你没事吧 奶奶 云锦 你要对奶奶动手 我没有 是 没有 只是想抱 赶出去而已 奶奶 我刚才是 你别说话 我就见不得你这种 人前一套人后一套的样子 是 奶奶 到底怎么回事 我可不敢说 这叶云锦现在是沈家做主的人 我要是说了 他要是帮我赶出家门可怎么办呀 哎 这可能是个误会 知目 这事情的来龙去脉你都不知道 你就说是误会 像你这样行事 我怎么把公司全部的股权交给你 错了 奶奶 给奶奶道歉 对不起奶奶 我错了 是我永远不是泰山 还有云归 对不起 叶云归 不该为难你了 还有你们一个个 都得给云归道歉 你 落井下石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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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陪你们 近方始度 对不起 尤其是你 无中生有 毁他名誉 老老夫人 我真的没说谎啊 我真的见过他陪睡 我还见过那个男人 你 我 那个男人就是 你到底知道些什么 我不知道 我胡说的 对不起 沈总 我胡说八道 石木 胡说八道的话 有什么可信的 乔秘书 我看这种人 就不应该待在公司了吧 我会尽快安排 给他办理职的 你到底知道些什么 我 我不知道 我什么都不知道 不是安排你做设计师吗 你怎么在公司做保洁啊 啊 石木 是这样 陈旭集团的人吧 知道他以前做过陪酒女 私生活混乱 都不愿意跟他共事 我也是好说歹说劝了好久 他们呀才同意他留下来做保洁的 云洁难为你了 够了 严云洁 你可真是巧识如好 把黑的说成白的 我已经离你够远了 我还有一文没完 还有你 如果你不想帮忙可以直说 你必要一边答应我 一边 找他来羞辱我 我没有 那他你怎么知道我在这上班呢 原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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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呢 原贵 奶奶知道你是个好孩子 是知母还有她那个未婚妻 让你受委屈了 这样 你给奶奶回家 奶奶补偿你好不好 不用了奶奶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原贵呀 知母的未婚妻怎么不是你呢 奶奶 你别开玩笑了 我就喜欢你 原贵呀 这样 奶奶请你吃饭 算是报答你 今天帮我 这就这么定了 蓝家家 怎么来看我笑话的 我怎么会是来看你笑话的 你有才华到哪都可以闪闪发光 不像我可能只能一直顶着设计师抄袭的罪名 这辈子可能都提不起花瓶了 你 你说 在酒吧看到我跟一个男人 那个男人是谁 求求你告诉我 这件事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 好吧 那个男人是 那个男人是 是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就是乱说的 哎 奶奶 为您准备了接封宴 特意为您接封 嗯 我要请云归吃饭 那干脆晚上就一起吧 奶奶 沈家的家宴 怎么能又不是沈家的人在呢 那你也还不是沈家的人 奶奶 云归 走云归 奶奶年纪大了 回去 不等待 为了你我什么都可以饿 嗯 吃菜啊 哈哈今天真的要谢谢你啊 没什么帮把手而已 可有些人就是不愿意帮把手啊 奶奶我错了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吃木 奶奶你闭嘴 咳 咳 告诉您个好消息 你现在要当曾奶奶了 您几大怀孕了 看在您曾孙子的面子让您又别生气了 怀孕 什么怀孕 什么怀孕 就是你第一次那个血液检测信息 检测出来的怀孕 我今天一天太忙了 你没来乐及告诉我 姐 幸福了 能为新二者孕育孩子 应该说是幸福 怎么能说是辛苦呢 第一次的血液啊 那岂不就是 叶云归这个贱人竟然怀了沈志木的孩子 我绝不能让他这个孩子留下 你干什么好事啊 婚前有孕 说出去我都丢人 不吃了 奶奶 云锦都已经怀孕了 你就接受她吧 哎呀算了 儿孙自有儿孙福 你该怎么折腾 由你去吧 奶奶 你只要别后悔 挫把余目倒震住 奶奶 云归啊 你现在在哪里住啊 我还没找到房子 那你就搬来沈家住吧 这自从老伴去世后 我这个糟老婆子 一直就一个人住啊 哎呀你就当可怜可怜我 这个老婆子陪我一段时间吧 啊 我不同意 奶奶 您怎么能让一个坏人出进沈家呢 你不同意 你想做沈家的主 未免早落底儿不 师木 我想让他在一个屋檐下 奶奶 呃您看这样行不行 我跟云锦出去住 您跟叶小姐在家住 师木 你为了这么个女人 你连奶奶都不要了 你不愧是我养大的好孙子呀 哎奶奶 您听我解释 我这不解释什么呀 走走走吧走吧 哎 师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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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120吗 糟了 不过是上次用我的血面又被发现了吧 放心吧 我没事 师木 快点好起来 不是控制住了吗 怎么又突然复发了 喂 奇怪啊 检查结果显示 这次的血液是没有效果的 但明明第一次是有的 你说的第一次抽检 是在医院做检测的那次吗 是啊 第一次的血液明明是有效果的 但不知道为什么这次是没有 怎么会没有作用 会不会是哪个环节做错了 都是血液失效 不应该啊 我们所有的检查都是有记录的 除非这次的血液里面 根本就没有抗体 但 人明第一次是有的呀 难道是 我真的做错了什么不少 行 我得看一下这段记录 你亲眼看着抽的血吗 喂不我肯定是亲眼看的样子 对 什么不对 第一次抽的血是 第二次抽的血没有作用 当然是第一次用的是我的血 贵贵你说第一次是抽的你的血啊 叶云贵 这种闹剧已经上演过一次了 就是叶云贵 上次检测结果已经出了 血就是我的 你不要因为奶奶笑着你 就要电倒黑白 我看电倒黑白的是你吧 赵医生就在这 可以做一次血液对比就知道了 你说是你的血 那两次都应该是你的 这样对比下来 两次应该完全是你 赵医生 这两次的血液结果都有保存吧 当然 我请你再帮我检测一次 好二十分钟 结果就给你出来 沈志墨 二十分钟 可以等 好 哥你放心吧 我的两只眼睛 绝对不会离开血液 叶云姐 我看你这次还怎么撒谎 嗯 嗯嗯嗯嗯嗯嗯嗯 哥结果出来了 我马上回去 哦 你紧张什么 奶奶你说什么呢 我有什么都紧张吗 你 李爱不是说让你在公司好好守着 怎么来医院了 老夫人 少爷并为了消息被散出去了 再往上引起了轩然大波 沈氏的股价一降再降 马上就要跌平了 什么 谁散出去 这么大胆子 是 您的老乡是 郑家 你确定 郑家一向遇咱们家交好 为何这个时候落定下来 哎呀 少爷老夫人 古龙们现在都嚷嚷着要退股公司 也是人心惶惶 马上来 照片机制发布会 我一露面 要演公司不好 你这个样子露面 反而是将眼里凿拾了 别急 我去会会郑家 看看他们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 奶奶 这四二没用 你这么大岁数了 可让你操心 在山海里 我叱咤风云了几十年 这点风波 奶奶还翻不了船 你好好休息 公司还需要你出面 才稳得住 好孩子 你愿不愿意辛苦一趟 现在陪奶奶去一个地方 好 走 老郑 老郑 我们是老乡事了 你这么做可不地道啊 老姐姐 这是什么意思 我怎么听不懂呀 嗯 散布我家之木 命不久矣的谣言 导致沈氏 人心惶惶不是动荡 你敢说这不是你的手笔 罗大华国 还有哪家像郑家这么一般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能够迅速的落井下石呢 我郑家就是手眼通天 也没那个本事知道沈少的身体状况 充其量就是加一把火而已 老姐姐不如看看自家的门 关没关眼神 你什么意思 老姐姐别生气 眼下最重要的 是先把省市的股市稳定下来 我也愿意出手相追 就看老姐姐愿不愿意了 你挑明了说 老姐姐 我有个孙女 你是知道的 跟这丫头差不多大 是啊 可惜那孩子大小被拐了 要是在你身边长大 也不知道 能出落成什么出色的模样 织木 小时候也是我看着长大的 能力抉择 毫不逊色他当年的父亲 我们两家呢 也算是门当户对 我就想给两个小孩定个琴 荒嘎 老郑 先不说你这孙女还没有被找回来 就是被找回来了 我也不能替志木定下这门 盲婚哑驾的亲事 再说了 你也不是不知道 志木就要跟他那个救命恩人订婚了 救命恩人 给笔钱打发了就是 我的孙女 十早又早回来的那个一天 在他回来之前 我要给他最好的 包括未婚妇 唉 这志木的婚事 我真的是做不了主 我要是能做主啊 我就把我心里最好的孙媳妇 给娶进沈家了 唉 可惜志木那个混小子 一意孤醒 奶奶 一个倒茶丫头而已 身份低贱 哪能和我的宝贝孙女相比 还没有一点眼力劲 没看见我擦杯的水 擦水见底了吗 老正 奶奶 我给您倒茶 希望倒完茶之后 您可以重新考虑一下 汪朱省事的事情 云归 没事的 凉了 你想烫死我呀 那我去再给你换一碗 郑连海 你这是诚心的是不是 云归 咱不受这个气 走 没事 对 冤枉 尝尝 你让我擦了水 云归 快把 Joe 今来这 拿他给你擦擦 这是你的胎记 丫头 这是怎么回事 搞正 你这怎么回事 你笑着云归了 快起来 这台机你从小就有 你小时候走没走丢过 你家在哪里 你父母还在吗 够了 郑连海 你们汪芒就算了 允贵是我的客人 你竟然这么羞辱他 我们两家的缘分就到这里了 与你们郑家的世交 我沈家高奔不起 允贵 老姐姐 老姐姐 像 真像 看清楚了吗 没看清楚 这么多年 无论是我们早来的 或是上门认亲的 这个丫头 最像 我记得一两年早的时候 刚到我腰间 这么多年 也不知道吃了多少 要是这个丫头是我孙 我闭了眼 也有脸去见她爸妈 是 老爷 这么多年 咱们找手臂上有猜戒的女孩 没有一百也有八十了 大多数都是背后有人指点 贪图 贪图咱们郑家的财产 但是这个女人是神老太太带来的 会不会 不会 神老夫人的人品我还是信不过的 至于智慕她不懈做这种下作手的 如果有人指使 想必也是旁人 我倒要看看这丫头的背后 到底是什么情况 你去查 这丫头从小到大的所有事情 查个清楚 我倒要看看 到底是什么人在背后装神的女 奶奶 今天幸苦有您啊 如果您不在的话 公司还不一定乱成什么样子呢 我辛苦一点没什么 这是你贸然这么从医院搬回家 身体怎么办 这不是还没有完全解毒吗 现在天明已经抓紧时间研制解药了 相信很快就能研制出来 至于外面的传言 过段时间我会出去一场宴会 玩股东们的心 你放心吧 那就这么办吧 林贵啊 今天真是辛苦你了 让你陪着我这个老婆子东跑西跑的 奶奶 是您带我找见识了才不辛苦呢 你不信我挨事就好了 快带着检测结果回来 别提了 哥 我刚到停车场 检测结果就被不知道从哪来的一伙人 给当成钱给抢走了 抢走了 赵医生 那个检测结果您看到了吗 这种类型的检测结果 除了机械就被自动封上了 我也没资格看 怎么会这样 林贵 奶奶 这个 这个戒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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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们沈家家传的戒指 现在在织木手上 只不过他现在倒是很少戴了 沈志木 这个戒指 是你的 啊 是我的 怎么了 原来是这样 原来是你 这枚戒指留给你 以后 我会去找你的 这个 是你能想好的送你的 你别烧毁他 沈志木 原来当初那个人是你 原来叶云锦 害你找错了人 我们一直都都转转错过彼此 林贵 你怎么了 沈志木 你是不是因为这个戒指 才对云锦这么好 如果没有这个戒指 你还会对他一样好吗 对一个人好 怎么可能只简简单单因为一枚戒指呢 不过这枚戒指确实在云锦那里 你要是感兴趣的话 等云锦回来 让他给你看一看 你们还没结婚 你就把传家戒指给他了 我已经认定他是我的妻子了 早给晚给都是一样的 而且 等到我孩子出生的时候 我会把这枚戒指 当成出生礼物给我孩子 希望我孩子能够喜欢 你对他 可真好 是啊 他是我未婚妻 我当然要对他好了 而且 他还怀着我的孩子 我不仅要对他好 而且 我要一直对他好 原来 你真的喜欢上了叶云锦 那我如果告诉你 那天晚上是我救的你 又有什么意义呢 到时候你还是坚定的选择他 我也只是自觉欺辱罢了 你 行了 一个人品不怎么样的女人 你还把她当个宝了 要给你放厨房了 你自己去吃吧 别在这气我 好 知道了 一会就去 云锦啊 奶奶有个礼物要送给你 你等一下 我去拿 啊 叶云锦 工作的事情呢 是我没处理好 你放心 我会再重新给你安排一份工作 我答应你的 一定会做到 不用了 谢谢你 沈志木 过几天 我会从你家搬出去 你以后再不要见了 你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我只是想过平静的生活 关于你的都不平静 我累了 你 好了 你去吃药吧 别让她的担心 行 老婆 以后只剩我们两个人相依为命 过关检查机 我想回来有什么用啊 我告诉你 她已经住进沈家了 沈志木随时可能会知道 到时候 我们俩谁也必须 再拿到一毛钱 李天阳 我告诉你 现在沈她那个老太婆 认识我怀孕了 对我的态度都很一般 要让她知道 我根本没有怀孕呢 我还能在沈家待下去吗 只有我真正嫁给沈志木 我们俩才能拿到钱 不能和她结婚 我们之前做的一切事情 都是白费 叶云锦 你好大的胆子 你呢 你听见什么了 我什么都听见 你根本就没有怀孕 奶奶 听错了 我怎么可能没怀孕呢 那你刚才给谁在打电话 手机给我 奶奶 你干什么 我说是吧 那我现在就让医生来了 给你检查一下 到时候 我看你还怎么就别 奶奶 奶奶 你干什么 奶奶 你想干什么 你想告诉沈志木 我没有怀孕的孩子 然后让他把我赶出门 再把你喜欢的那个叶云归 见人引进门吗 想都没 奶奶 你听到的没错 我的确没有怀你们沈家在中 甚至当初 沈志木的救命恩人也不是我 想知道是谁吗 就是你最喜欢的叶云归 对甚至怀着你们沈家主的也是的 可是那又怎 现在我才是沈志的少夫人 至于你就去地底下看着你怎么成为海城最尊贵的女人吧 奶奶 你怎么 奶奶 奶奶奶奶你怎么了 夜 有 啊 奶奶奶说什么 奶奶 是你but passions 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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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奶奶 奶奶奶你没事吧 走我们去医院奶奶 快快 怎么样奶奶没事吧 严绪的保守一条面 这边什么时候醒 你不知道啊 你是说是不是 可能明天就醒 也有可能 我永远也醒不了 但我还转到ACO 再是还不能探视 我才一天没见过一步 怎么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叶云贵 奶奶出事的时候 你在现场 到底怎么回事 是他 他把奶奶推下楼的 叶云贵 你在说什么呢 我一直在楼上休息 我都没跟奶奶见过面 真没说 我想起来了 我休息的时候 隐约听到了你和奶奶争吵的声 说是 小偷什么的 该不会是 你拿了什么审栽的东西 你奶奶发现 然后你恼羞成怒 你把奶奶跳下楼了 你说什么 这只镯子 是奶奶珠宝侠里 最价值连城的一只 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女奶好心收养你 你去恩将仇报 我没有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像这样东西 你就害我奶奶 我真的没有 你没有 那这镯子哪来的 你说鬼 你这次真的出击我底下了 我没有 我没有 奶奶对我这么好 我怎么可能还能 我 你还重 她好像真的有问题 来人 把她带她去看一下 帮我做一份假的 亲子鉴定书 芝莫 我带医生来给姐姐加药了 什么药啊 病人流程 睡觉虚弱 需要加点不出营养的药 都怪我 芝莫 这怎么能怪你呢 姐姐她本来身体就不好 何况 说不定是恶有恶报 谁让她把奶奶 害成这个样子的 严谨 我气急了 脑子有些不清楚 奶奶的事情 不一定是叶云归干的 那镯子呢 奶奶比较喜欢叶云归 给她一个镯子 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 这件事情不要再说了 奶奶可以看我了 我先去看奶奶 这里交给你 啊 这 你醒了 师母 你先去奶奶那边照顾吧 姐姐 敲开我就可以了 对不起 是我失望了 什么意思 事情我太着急了 没控制好力道 孩子没了 是我的责任 你放心 你想要什么 我都可以满足你 没有了 是啊姐姐 不过也没什么可惜的 一个维护不祥的野种而已 云姐 无子不祥 甚至不 我肚子里的孩子是你的 是你记着我杀了他 是你记着我杀了他 叶云归 你在胡说八道 是什么 师母 答应给你的东西已经够多了 你现在还胡言乱语 说你的野主是他的 你为了破坏我们两个人的感情 你用的手都为你太下作了 什么字 我是你孩子的父亲 你不要说清楚 说清楚 好 我现在就告诉你 一个月前在酒吧 是我很高的 叶云归 在胡言乱语些什么 你是不是还要说 一个月前在酒吧是你救了枝木 先前几次胡说八道还不够 现在 你居然想将你的野主 栽到枝木头上 叶云归 我告诉你 就算了 枝木 我本来不想拿出来 但是叶云归 对之前那么多次胡言乱语 但经过一点卷一件事 我提醒过了准 这份签子鉴定报告 是叶云归肚子里的孩子 和他的未婚子李天阳的 事实证明 叶云归肚子里的孩子 就是李天阳 你不是 不是的 孩子不是李天阳的 真正不理想起 我爱怎便 成这样的 你只要我却为爱负责 全身空白支票 你想添多少都可以 又倒不是给你的付责 是不是我 太笨 给不了你最渴望的 是不是我 你早晚有一点恢复 回来 我理解你的心情 你 理解 你永远都不会理解 甚至我 你会遭报应的 等你冷静下来我才断 我下去看奶奶 我再陪一会儿姐姐 一会儿我就过去了 别让自己太操累了 你行 来会儿找我们的孩子了 伯母 你真好 möglichst 是啊 professional 对 鸣莉 现在你什么都没了 看你还走我的正 若想人不知 除非 wine 颜芯姐 我当着你 Dallas 那个 不好 那你开始看到了 就算你知道了真相 那又怎么样 现在 才是神经的上路 芝木她早就已经爱上了 更何况 我还还了她的孩子 你以为 她不为了你这种下三量的人放弃我吗 叶昀归 你的运气还真好 这样孩子都不得 协不允许你生下十家的孩子 给她打准分 三十万 马上打进你的账户 是 医生 我的孩子真的 是是吧 姐爱你好好休息 我给你加 加点药 老爷子 调查结果出来了 叶小小就是您的 亲孙女 这是清楚报告 大小姐的养父就是 郑家原来的司机 叶正安 这么说 当年是叶正安区域 偷走了我孙女 没错 当年叶正安犯了错被辞退 所以一直怀恨在心 向大小姐偷走了 只是她当初犯了错被辞退后 就回了老家 我们的人就没有往那边查 而且据我调查 大小姐这一年过得并不好 一直在受人气痒 叶家的二小姐 也就是沈氏总裁 沈志木的未婚妻 一直在气痒 二小姐现在还在 什么 马上安排人 去医院 接我孙女回家 我看谁敢害我这两海的孙女 孙女 郑先生 您认错人了吧 叶小姐 亲属报告已经出来了 您就是我们老爷子的亲孙女 我们郑家的大小姐郑英 您的意思是 我是你的亲孙女 是啊 当年我二子二妻被待人所害 你母亲身下一就去世了 我忙于准备给他们报仇 就疏忽了你 没想到 却被人趁机拐走了 还我的人是 就是你现在的样子 以前我们郑家的司机 叶正安 果然是他 难怪 爷爷 爷爷对不起你 让你吃了这么多年的苦 爷爷 爷爷 终于找到你了 只要有爷爷在 以后再也不会让你受我一局了 说 这是什么药 是是 是流产药 流产药 是是是沈少夫人 说买到我 让我给你打流产药 你没有流产 我知道错了 求你没放过我 求求你没了 孩子孩子 太早了 云归 你肚子里的孩子是谁呢 是 是沈之密的 我郑家近些年 虽然不及身家 却也不是这么让人欺负 我就算拼了这把老骨头 也要为我孙女讨个公道 大爷 我们去找沈之墓要个说法 爷爷别 都被害成这个样子 你还要护着他 我没有护着他 这是 罪魁祸首室的叶运吉 他躲走我的一切 他运吉把我赶出家门 抢走了我的身份 毁掉了我的前途 我好不容易遇到沈奶 现在就昏迷不醒 我只有我的孩子了 他也要夺走 既然如此 我一定会心思收拾 爷爷 我求你帮我办件事 好 爷爷答应你 小宇是我当亲孙子一样养大的 可以信任 你要有什么事尽管吩咐他 下周爷爷要办个回归宴会 你喜欢什么想做什么 放手去做 谢谢爷爷 你干什么 失踪了 是 整个医院都找不到叶云贵小姐 我看啊 他就是畏罪潜逃了 之沫 你担心他干什么呀 往里还想着不追究他 他倒好 直接跑了 我会出事了 毕竟害死没了 查监控了吗 监控拍到叶云贵小姐 坐着一辆豪车离开的 但接他的人 没拍清楚 之沫 你就别担心他了 说不定 他又攀上了什么高枕 再说了 他就是害了奶奶的就可祸手啊 他死了才好呢 之沫 这是郑家色爱的邀请函 听说 他们家丢失的千金找了回来 着急介绍给大家见面 现在奶奶这个样子 我没行不去 可是那天 海城的权贵都在 是你证明自己身体没问题 稳定审视的最好机会 更何况 我都怀了你的孩子了 你还不打算带我进店上层人吗 好吧 那我 露个面就回来 好 之沫 那我现在去挑衣服 肯定不跟你丢脸 李妍 继续找叶云贵 找到之后 给他安排一份好工作 不要告诉邵夫人 认得好好生活 是 少爷 您要是 舍不得叶云归小姐 其实可以 够了 云锦是我的未婚妻 她为了救我 伤了身体 伤了清白 还怀了我的孩子 我不能对不起她 至于盈亏 有烟无份吧 好了 去办吧 是 哇 这也太气派了 今天就是 正家千金的回归宴了吧 听说 给人居消费几十万 才有资格入场呢 师母 以后我们的婚礼 要举办一个更盛大的宴会 今天是正家千金的回归宴 他们下了请帖 也不好不来 但我实在担心奶奶 我露一面就回去了 我都没有参加过这种宴会 我想学习一下嘛 你是未来史人家的少夫人 像这种场合以后多的是 不用在乎这一次 你知道了 芝莫 我只是从来没有参加过 这样的上流聚会 所以想来学习一下 当然还是奶奶更重要 这才是我叶云锦该过的日子 而叶云锦 这辈子都只能像下水道的老鼠 叶云锦 小姐 老爷在酒店顶层等你 我还以为你出事了 幸好 有些罪魁祸首还没有付出代价 我怎么舍得死 哎 你怎么跟郑管家一起 我跟谁一起来 恐怕跟沈总没什么关系 我跟谁一起来 恐怕跟沈总没什么关系 我只是关心 姐姐 这位就是你的新男友吧 原来是个管家呀 哎 姐姐 你是不是忘了 你在家里还有一个未婚夫呢 这酒店怎么还有一只苍蝇 疯疯疯的真是犯伤 你叶云锦 你脚踏两条船的事 这么怕人知道啊 再说了 你费尽心思也就是找了个管家 但是呢 凭你的样子 你也就能找到管家了 看在以往的情分上 我还是要提醒你一句 今天可是郑家千金的回归宴 不是你这种平头百姓可以来的 实相的话 赶紧走吧 要是得罪了这里的权贵 怎么死都不知道 这是郑家的宴会 你算老几年我离开 宴会 你以为你勾搭上郑家的管家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吗 我告诉你 郑管家他只是一个管家 除了带你入场他什么事都不能做 确实 不像沈总财权滔天 沈少夫人爱的这么纯粹 肯定没花过沈总一分钱 不然 就是贪恨虚辱 败金行 叶云锐 你胡说什么呢 我没有时间再跟你们闲扯 叶会上见 叶云锦 既然你来了 往日种种 我们一并清算 沈之末 也该让你知道 你到底有多愚蠢 有多愚蠢 爷爷 我孙女真好看 幸好长得像你妈妈 爷爷 妈妈才是你儿子呢 怎么了 长得丑 还说不得他了 不是说洗手间在这边 爷爷 我和阿宇还有点事要商量 你先出去玩会儿 爷爷马上到 好的爷爷 叶云锐 原来 你爬的是郑家老爷子的坑 要是让芝木知道 当初是你救了他 一个爬老头子床的下贱女人 他绝不会再要 阿宇 准备好了吗 近日之后 全国都会知道 郑家大小姐回归 我的孙女 必是今晚最璀璨夺目的存在 回来了 嗯 芝木 我们来都来了 要不去跟权贵们交际一下 好 带你过去 沈总 好久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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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的未婚妻 叶云锐 大家好 我是芝木的未婚妻 也是沈氏未来的少夫人 沈少夫人 果然跟沈总是狼才女貌啊 沈总是人中龙粪 当初推了与郑家的联姻 为了这位叶小姐 想必这位叶小姐也是出类拔萃万里挑一的人物 不知沈少夫人有个过人之处啊 是卓越的能力 还是显赫的家世呢 我沈志木的未婚妻 不需要任何的过人之处 没错没错 再说了 再显赫的家世 还能比沈家更高不成 不过 这郑家听说一直无后 怎么突然又冒出个大小姐呢 那你是不知道啊 这郑大小姐 在小的时候走丢了 最近才找回来 深得郑老爷子宠爱 这谁要是娶了郑家千金 那不得等于少奋斗五十年 这郑家确实不如沈家风都胜 但郑老爷子经营了一辈子 那郑家也是怦然大物 郑小姐作为郑老爷子唯一的继承人 这我回头可得好好努力争取争取 公平竞争 公平竞争 芝木 身为沈家少夫人 他们竟然把我量子那里像空气一样 芝木 我看他们根本没有把你放在眼里 他们真是忘了 谁才是划过的龙头旗 今天是郑家的主场 来的也是郑家的亲朋好友 我之前贸然推掉了与郑家的联姻 汉子不开心也正常 不要多事 哦 我知道了 郑家千金 曾经还想跟芝木联姻 他不就投了个好拍吗 竟然引得在场权贵如此追逐 我倒要看看 这个郑家千金有多优秀 各位来宾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郑家大小姐的回归宴 我是郑家管家 郑宇 下面有请我们郑家大小姐 叶云归 你怎么在这儿 你不会是在冒充郑家大小姐吧 这一会儿要是郑家人知道了 你的下场会好难看的 姐 冒充郑家大小姐 怎么可能 这是郑管家请出来的 开什么玩笑 敢冒充郑大小姐 婚姻了不成 众位 有所不知 刚才走出来的那一个呀 是个身份低微的乡小丫头 她怎么可能会是郑家大小姐呢 今天这宴会 就连我也是跟着芝木才能送来的 叶云归 你一个下层人 为什么会有资格出现在这种宴会呀 你不会真像他们说的那样 是郑老爷子的情人吧 姐姐 你怎么能这样呢 你姐 说什么呢 叶云姐 你耳朵是冷了没听见吗 我就是郑家大小姐 当然要站在这 哼 得了吧叶云归 都有人拍到了 看在你我姐妹一场 我提醒你一句 一会儿 称赤的郑家大小姐回来了 一万次都不够你死的 竟敢勾引郑老爷子 他的下场一定很难看 大家说 是不是呀 很沉 你再等胡说一句 这不是一个八正成便宜的 你居然敢打我 我是沈南未来的少夫人 叶云归 别闹了 一会儿郑老爷子出来 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郑管家 该让这场闹剧消失了 叶云归 你该走了 敢在郑家宴会厅上放肆 无论是谁都要护出代价的 可是可是叶云归他真是勾引郑老爷子 才有资格来到这个宴会的 这么你看 这并不能说什么 之沐 事实都摆在你眼前了 你还要相信他吗 叶云归他就是骨子里的下贱 叶云归 你告诉我 真的像云锦说的那样吗 我说你就信不 只要你可说实话 我自然会相信 之沐 我就是 叶云归 你不会又要说你是真家大小姐吧 什么鸡下什么蛋 山鸡还想变凤凰啊 笑死人了 你不会是想当人上人想疯了吧你 请 保安 这里有人冒充正在大小姐 还不快把他给我轰出去 住手 我看谁敢动我孙女 住手 我看谁敢动我孙女 爷爷 不可能 叶云归怎么可能是正在大小姐呢 他肯定是假的 云锦 闹 不可能 不可能的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 是我郑家唯一的大小姐 郑营 以后请大家多多照顾 好 可能呢 叶云归他就是个土鸡 他怎么会是正在大小姐 难不成 狗的郑老爷子 连自己亲孙女都不要 还要陪着他演戏 大家可能有所不知 我孙女正英五岁的时候 因被家里的司机犯错被辞退怀恨在心 拐走了我孙女 二十余年 原来不是走失了 是被拐走的吗 我过了这么长时间了 还能找到他的孙女 真不容易 原来 你这么苦 今天 邀请大家到场 一 是请大家见证一下 我郑家 找回了流落在外的血妹 二呢 二十多年 骨肉分离的账 你该算算了 阿宇 把人带上来 轻点轻点 叶生啊 二十年前 你作为我郑家的司机 应被我郑家辞退 而怀恨在心 从我家 偷走了我孙女 你认识不认 你胡说什么 林归 当年你在大街上要饭的时候 是我看见你了 把你领回来 给你一口饭吃 才活到了今天 谁淘汰了 我们才是他的 救命恩人 说 他是你的亲孙女 那好啊 我们把他养了这么多年 伙食费 学费 感恩费 小费 压起来 给我们一个亿吧 一个亿 也不怕风大闪了你的舌头 还滚过来 你爹娘都成这样了 还过来扶 李翠莲 你还真以为我是当初那个任你欺压的软柿子 我是你妈 我说话 我都听着 你个死丫头 不管怎么样 我们把你养了二十多年 圈你吃 还是圈一圈了 你就这么对我吗 这么破滤的去认这个有钱的爷爷 怎么是这狗吃了 怎么知道你是这种人 我当初就应该把你扔到狗窝里 然后把你吃了 想 我从小到大就没吃过一顿饱饭 多吃一口交备挨一灯毒打 你管这叫养 高中的时候明明拿到了重点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你不让我上逼我辍学 我不责不一天打两份工 工让你那不学无数的女儿和整个家的开销 管这叫养 你为了一百万的财力居然要把我卖掉 为了你女儿的前途不惜串改我的学历证书 你管你带养人之恩 你长大了 翅膀硬了 可以是报复我们了是吧 我不是恰死的 是你 不要不要 行吧 刚才要是掐死他 咋来不断权 你怎么还不死 把他们给我扔到警察局去 拐了我孙女 我让他们这一辈子都待在监狱里 哎 郑老 我们错了 郑老 不败了 郁姐 你快休就忙了 妈妈 不要坐牢了 不要坐牢 哎 哎 原浅快救救妈妈妈妈 想坐牢 想坐牢 这对人犯的夫妻竟然是沈家未来少夫人的父母吗 沈总这是什么眼光 小声点 你小声点 带走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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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英贵 你什么意思 有什么事情不能私下解决吗 你非要弄成现在这个局面吗 怪我 是我让他们做出拐孩子这种缺德又违法的事情 叶昀贵 如果不是当初爸妈收养你 你现在还有命在这里义正言辞吗 我告诉你 养人比深恩大 你这样都得养父母 你不怕被戳几两骨吗 叶昀姐 你真是无药可救 可能你忘了 我姓郑 我有自己的父母 本来也没跟叶家有什么关系 谁也没求着叶家 叶昀贵 你少得意 就算你现在可以装的人模狗样 你改不让你骨子就是一个爬边床无数字的下电货 我告诉你 正假以后算为了名胜以后将你敢提家族的 你在医院的流产记录还保存着呢 需不需要我找出来放给大家看看啊 我还没来得及找你麻烦 就来铺我医生脏事 好 那我们今天就好好算一算 从这件事开始 叶昀贵你什么意思 当初你买同医生给我打流产真的事 该不会忘了 那我帮你回一回 是沈超夫人给我三十万 让我给叶昀贵小姐打流产真的 我也是被逼不无奈呀 你胡说 明明就是叶昀贵收买你来诬陷我 叶昀贵 你以为你收买一个医生来诬陷我就会让人来相信你吗 直播你相信我 我有什么理由要去给叶昀贵打流产真 直播你相信我啊 叶昀贵小姐啊 不 郑小姐 你说我未婚妻诬陷你 你有什么证据吗 明云姐 多亏了你啊 我吃够了没有证据的亏 这是一份给这位医生转向的记录 从而转出 是沈总你了 云姐 你让她的福卡只有你一个人在用 我 你太让我失望了 那我相信你 我我错了我错了我只是太爱你了 我太害怕你被想走了 所以所以我脑子我 我一直不继续做了错事 我再也很后悔 但是 是沈昀贵 她不是没事儿吗 昀贵 与你做了错事 有我沈家补偿 沈总对沈夫人还真是一往情深啊 毕竟她是我的未婚妻夫妻一体 好一个夫妻一体 我希望沈总听完下一件事 还能继续谈护她 还有事儿 当然 精彩得很啊 嗯 奶奶 奶奶 你醒了奶奶 是啊 怪不醒 某些人 要不高兴 奶奶 你终于醒了 之前田明说你再也醒不过来了 可吓死我了 我要是不这么说 南方有些人不会狗急跳响 对奶奶痛下啥事 哥 你找到什么未婚妻啊 竟然把奶奶从二楼推下去 要不是奶奶命大 你就见不到她了 奶奶 啊 啊 啊 不是我不是我 奶奶奶奶从一开始就不喜欢我 他一心想把我赶住沈家 是我不是我也 啊 员姐 你是不是想说 奶奶为了赶走你 不许自己的生命也要陷害你 员姐 你以前做什么事情我都可以容忍 但是你敢伤害奶奶 这件事情我绝对不能容忍 奶奶辛辛苦苦把我想她 你只能因为奶奶不接受你 我还记得奶奶送出这场事情 迟墨 不是的 不是的迟墨 奶奶 奶奶从那么高的楼上摔下来 她听错了也不会听 啊 还可能是叶不 是叶不过想我 我 奶奶 对不起 是我神人不明 你能不能看在云影她救了我 还怀了我的孩子的份上 你看在孩子的面子上 你能不能 沈总这不仅是识人不明 这是演习啊 郑小姐 这是我沈家的家事 是吗 沈家的家事确实跟我没有关系 可是叶云锦 偷走了的毕业证 还污蔑我抄袭 导致整个海城都没有一家公司敢用我 你能让我不追究吗 污蔑抄袭 这件事情还在调查呢 郑小姐 是你 我辛辛苦苦打工赚学费 读了四年的书 离毕业之际 毕业证书上竟然写了叶云锦的名字 他偷窃我在大学时期的设计港拿去参赛得解 转头污蔑我抄袭 借助沈家的势力 未必全海城那只全国的公司都不敢用我 摄影 你让我怎么摄影 叶云锦 你胡说八道些什么呢 毕业证书本来就是我的 你抄袭的事情是铁针如山 谁要欧陷你了 赵小姐 你可有证据 证据 那就要问问你身边这位得力干将吗 什么意思 沈总 怎么了 李助理 当时沈总答应我调查抄袭的事情 这件事挑给你 以李助理的能力 我不相信这么久都没调查出来 不妨在这跟大家说一说 是 李恩 那件事情查得怎么样了 是 说实话 李助理 李助理 你以为把这件事隐瞒下来 就是对沈总好吗 殊不知 一直隐瞒下去 还是对他做的 李言 我这位子 最恨的就是欺骗 其实当初的抄袭 是少夫人抄袭叶云归小姐 我查到 在海大读书的是叶云归小姐 而不是少夫人 那件作品 也是叶小姐 在大学期间的作业 海大的教授可以证明 对不起沈总 我当初是觉得 如果少夫人有抄袭丑闻 会对沈氏的形象有很大影响 所以一时糊涂才隐瞒下来 你 远洁 你为什么这么做 植木不想变得很优秀 这样我才能配上你 我只是太爱你了植木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 你与我优秀没有关系 他把你对着什么样子 我都可以很好的保护你 林杰 你怎么这么无敌 你好 叶云锦涉嫌故意伤害 需要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 另外叶正安 李翠岩等人 因故意拐骗罪 已被我们依法带来 什么 什么我错了 救救我 什么 我 请问 您是不是搞错了 他的同伙李天阳已经被 标带叶云锦指使他 购买流产药 伤害叶云锦女士 师傅 我错了 我只是一种糊涂 谁是不能有一个做我老的商人 师傅 你救救我 等一下 哥 你想什么呢 到现在你还要护着他吗 奶奶 我 你毕竟他救过我的命 我答应我要守护他一辈子的 奶奶 守护也不是纵重我哥 沈总 被这么一个女人玩弄与故障之间 真是愚蠢之气 我知道你很套牢 可是我真的不能不管他 有什么事你除了我来 我这条命都可以给你 原来你可以为他做到这个地步 你知道他为什么要对我感激杀绝 因为当时在酒吧救你的 是我 因为当时在酒吧救你的 是我 你说什么 叶云锐 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呢 当时明明是我救了局务 我有新屋 那是你从我手中抢走的心 叶云锐 你为了陷害我 你什么恬不知耻的谣言 我肚子可以传出来 直播你相信我啊 你说真的 你有什么证据吗 我肚子里的孩子就是这个 这个是我肚子里的孩子 用你的亲子间的 好看 直播这是假的 之前那份你看到过的呀 他肚子里的孩子是李天阳的 直播直播 你相信我 相信我 沈之墨 如果你这都不相信 我只能说你无论可救 等一下 这个退气 是啊 太急 我有太急 我有太急 直播 我们 回去再看吧 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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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看一下你的太急 你骗我 叶云锦 你自吃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然而事实 不会被谎言所代替 我你不要相信 你再骗你 云姐 你跟我多少次说 你却想我什么后果吗 直播 你说过 一辈子会对我好的 云姐 刚才你的家会是牢狱之灾 不过你应该感到清晰 你 在监狱里的生活 才是你最幸福的生活 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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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播我下来 直播我下来 直播 奶奶 的 可 服 intelig garage 来 音乐 你 ramento 看一下 碓 我 甚至吗 我是每个人都有第二次机会 可能我们有缘无缝 幸福各位 这么一束闹剧 今天是我孙女郑英的回归院 在此我宣布 一年之后 我孙女郑英正式接任 郑家掌门人的位置 恭喜郑导 那宴会继续 郑归 沈总 我们小姐后边有事 请您自重 沈家小子 以后不许你再找我孙女 要不然的话 我见你一次 打你一次 好了 云归 我们走吧 任务 让云归冷静一段时间 别为难她了 云归 谢谢奶奶 奶奶 这个汤真好喝 手艺真好 不是我手艺好 是有些人手艺好 这 是沈枝木做的 可不是吗 她听说你运土 你又不见她 她结得上窜下跳的 专门去学的 不过看着 你喝的还合口 奶奶 我 好了 奶奶知道 你不想原谅 就不原谅 那个小子做的错事 也可以承担责任 云归 再喝点 奶奶 你说大白天能吓唬奶奶 把奶奶吓出个好歹 看你怎么办 奶奶 您就别生我气了 那个汤 云归喝了吗 嗯 怎么样 她觉得那个汤好不好喝 云归说 就那样了 对啊 那个汤我尝过的 挺好喝的 行了 你别当我的了 我要回家了 奶奶 你有没有帮我求情啊 她原谅我了吗 她怎么样才肯见我 哎呦 臭小子 你看你唠唠叨叨的 哪还有个公司的总裁样子 云归明天要去做产检 能不能得到她的原谅 那就看你的诚意了 谢谢奶奶 行了 奶奶 车门打开了啊 哎 李安 什么 夜云锦越狱了 怎么会越狱呢 那群人干什么吃的 夜云锦很早之前就养了一匹打手 只是还没用上就被抓进去了 警察提醒我们要注意云归小姐的安全 我搞错了 你们要抓的不是我 不是我 不是我 你 叫做 姐妹们给我上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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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赤字幕 变成这样都是我 你变成这样都是我 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小姐 你现在也不是休息一下 有事跟你找 好 我在这等 好 你怎么来了 我回来的话 你都摔倒了 来 坐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 多危险 跟你没关系 你能不能别这么抗拒我 我 我真知道错了 沈家少芬的位置 还一直给你留着呢 我不稀罕 沈家少芬让位置尊贵 沈总还是找别人 关系警察了 医生 宝宝没什么问题吧 啊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有点小 还是多摄入一些营养 你就是孩子的父亲吧 平时多注意一些育父的饮食 我 我才是孩子的父亲啊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我是孩子的父亲啊 关心一下孩子怎么 不不不 不是你想的那样 是 算了 医生 还有别的什么注意事项 有什么要注意的就给我说 我不记住他 哎 你带着肚子别绑啊 哎 云贵 你带着个肚子 你别走那么快 你再磕着了 你别跟着我 云贵 我去送你回家 送你回家之后我就走 我绝不缠着你 我不用你送 郑宇开车楼可以自己回家 哎呀外面不安全 你就让我放点心吧 不安全 我看你才是最大的不安全 这样子别动啊 别跟着我 啊我那我离你三名言行不行 动手 云贵 站住 云贵云贵 云贵你醒醒 你没事吧云贵 我没事 就睡点头疼 这是哪儿了 这应该是郊区 我刚才都听到鸟叫了 你放心 有我在 一定没事的 你笑什么 我是想到 现在这个场景 我们上次外表家的时候 好笑 放心 上次没有事 这次也一定不会有事 别说这些没用的了 快想想这该怎么出去吧 也不知道 门口 有没有收 不 我要说 确实一直以来 我都欠你一声抱歉 毕竟我去接你 没想到这些错了人 对不起 第二次 我相信 叶云贵诬陷了你 把你开除了 对不起 叶云贵每次欺负你的时候 我不但没有帮你 反而助纱为虐 我差点相信是你害了蓝莱 还差点害了我们的孩子 对不起 我知道这个对不起 一点用处都没有 但是我说的每一句话 都是真心的 云贵 你相信我 只要有我在 你就一定不会有事情 甚至 这是 感天动机的爱情 还是你叶云贵 你好像 一点都不意外 你想做什么 我想干什么 什么 什么叫我想做什么 事情变成这样 不是你们逼我的吗 要是你当初好好娶我当审视的少夫人 还会有这样的结婚 我们当初那么甜蜜 怎么忍心的呀 叶云贵 你 统年对齐的爱情 怎么可能怎么最好 怎么不能 要不是因为你 芝麻又怎么会不要我 我那么爱 你怎么能废盼我呢 你爱的是他吗 你爱的是神师 爱的是他给你的地位 叶云贵 你凭什么放说我 你比我高贵到哪去了吗 你不也是看着什么芝麻家事 地位然后紧巴着他不放 你也配给云归比 看来你确实很在乎他 既然这样 那我就更不能放过他 有什么事你冲着我来 他们要做做任何事情 你甚至愿意为了他去死 只要你放过他我可以 沈志木你想的美 你愿意为了他牺牲 他愿意为了你牺牲 云归 如果说你和沈志木 只能选一个人 你是选你活呢 还是选沈志木 你是选你活呢 还是选沈志木活呢 云归基 到日在交外 我跟你一起被绑架 志木 选了我 不知道你心里有没有怨恨 所以今天呢 我给你一个机会 你和沈志木 谁活呀 哈哈 你不要觉得拖延有什么用 这里吗 连成交都算不上 根本没有信号覆盖 你不用觉得你们的人会来 选了 也许还能活一活 不许 都得死 因为你要活下去 你肚子里还怀着孩子呢 你可千万别做啥事 云归 沈志木 你真傻 是是 云归我傻 你别冲动云归 我选我自己 哈哈哈哈 沈志木 你看见了吗 这个 就是你以命相互的女人 云归 你看他答应过我的 我死他活 你想替他死 我偏不成全你 你们两个 给我把什么东西带出去 云归 说法儿 云归 云归 你冲着我来 你冲着我来 我都对了 事实 想去 为了男人也不能重视你 至于你们两个 给我把这叫上游 一处都不放 云归 我把 过 云归 过 云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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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敢找我的东西 这就是你的家庭 云归 云归 好啊 那你们就做一做 云归 云归 说 神总在哪 神这么晚 神这么死啊 云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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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我的荷叶出去了 云归 神之魔 那你怎么成事啊 神才是吧 你不知道我 你给我来一下 你都中了 走着 云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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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云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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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心 我们一定会尽全力的 少夫人 我觉得 这个应该给你 这 这张支票 是郑老爷子当初接您走的时候 以为你自己想不开 特地嘱咐我一定找到你 匿名开一间工作室 让您来做设计 继续过平静的生活 这枚戒指 是他从叶云锦那里拿回来的 一直觉得没脸给您 沈志木 你说 你当初多问一句改多好 后面的事不就不会发生了吗 你之前做的那些事都把我气死了 我就在想 算了 就这样吧 可能 我们真的是有缘无分 可是 你有不顾生命安慰 重新火场来救我 保护我 沈志木 你不是说 让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吗 你不是说 你要照顾我和孩子吗 你就像现在这么躺着 你怎么照顾我们 你又要失业了吗 少夫人 您也 别太难过了 叶云锦和那些打手 已经移交给警方了吗 是的 叶云锦 把沈志木害成这个样子 我要让他一辈子 待在那个小窗户里 找个人好好照顾他 让他以后别这么寂寞 是 沈志木 沈志木 宝宝都快出来跟我们见面了 你快醒醒啊 好嘞 一念 你不用再去 我知道 你还要不问我 你拿拿 她别怪我 我给你打个眼睛 辛苦你了 沈夫人